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好像蛮喜欢打架 那时候富士康的新闻出来的时候 香港的报纸的标题就是这样 中国人又打起来 因为前几天才刚好说什么天空 飞机上面两个中国乘客打起来了 然后标题好像是说什么 丢脸丢到天上去 你说这个我还真是说句题外话 我就觉得香港人实际还是跟大陆人不同的 他们心里头还是就说是 就是你别出事 比如说最近出了点什么事 就是这个水客 水货客 就是很多大陆的水客 跑到香港买东西 大包小包这么扛 另外本来就是你买奶粉买什么 抬高了它的物价 影响了香港 能给香港本地人提供的服务 你知道上水那边游行 游行示威打出的旗号 就让大陆人很寒心了 就说说打什么旗号 中国人滚回中国去 中国人滚回中国去 可是这个要先说明 以免你挑拨香港跟内地同胞的感情 据我看到的新闻 第一个是说 举起那个牌是其中一个小孩举的 这是一个小孩去举 那另外之后 大家网路上面 好多香港人给他的反应 就是说 你这样说对吗 假如你去消费 你爸妈去深圳买东西 有人在他面前举个牌 香港人滚回香港去 你站在楼湖城买东西 我不偷不抢 你这样把那个牌对于我 你爸妈怎么样想 我意思是说 当一个小孩这样举的时候 重点在于说 其他香港人会教育他 会抗议他 以前你记得吗 以前香港发生过一个事情 叫唱皇 蝗虫 唱皇 对对对 说是大陆人士 是大陆客人 蝗虫 然后有几个三四个小孩 十五六岁的 就去尖沙嘴 对着那些排队买名牌包的游客 就唱歌 讽刺收录他们 大家觉得 你们是蝗虫 对 那大家要骂你们香港人 真是糟糕 可是大家内地同胞们 没注意到 后来香港的电视台 访问那几个小孩 他们道歉了 他们说 对 后来有人提醒我们 这是不对的 你要去修路 应该修路 没排队的人 不能修路 来排队的游客 嘉辉 你这一段 补充的相当的好 你知道吗 这就是很多误解的根源 有时候就像前一阵 这个游行的时候 你打砸 对吧 西方传媒一说 就是中国人游行就打砸了 可是实际上 几乎99%的人民 都在谴责 砸起车 砸日起车的这个人 所以说 但是挑起那个 蝗虫论的这个 狗论 这个欠献抽的狗论 没有道歉 谁说的 你听孔庆东道歉过吗 这是孔庆东 黄虫论是从这里来的嘛 对不对 虽然我们认识 这个不必嫌疑 但是我还讲 这件事也没有道歉 而且标语 香港人 就是那个欠抽嘛 然后那个标语啊 个别的标语 是非常煽动的 比方说日本这次游行 在中国领事馆门前游行 打出的标语是 中国留学生全部滚出去 要中国留学生滚出去 我当时看了是非常恨嘛 但后来我一想 我们这里的标语 是学习东京 灭了日本族 那要是把这个标语 放在那里 那当然这个 显然我们要认识到 这只是少数人的 极端的用语 包括上水的这一条 我相信它不是代表 香港人的心理 就是我 所以啊 这个族群冲突 为什么是个世界性的问题 甚至于富士康山西的 这个工厂里 说开头的触发的原因 也是说是什么不同省级的 山东跟河南 山东跟河南的 互相不鸟 不对付 搭起来了 但是徐老师研究了一下 说这只是表面原因 对 这表面原因 说是事情 我看了后来多方的分析 就开始是一批工人 喝醉酒 好像是山东的 三个工人喝醉酒回来 被河南籍的保安 或者倒过来 我可能搞错 或者是河南的工人 山东的保安 然后 那么正好碰到 一个车间的工人下来 就反抗这个保安的 这个粗暴 大概是干预怎么样 然后保安又呼唤 然后那边工人又增加 开始是族群的 后来就变成了 保安跟工人之间的 大规模的冲突 最严重的时候 保安全部把保安服脱掉 逃 打着打针脚 落荒而逃 把衣服脱了 丢亏 就要充足说满地找牙 可是问题是 保安都是一个省 省 不是 所以这个性质 这个事情的性质就变化了 开始是一个 就这样讲族群的冲突 暴力 喝醉酒 你看这很熟悉 但是等到他一上升到 整体工人跟保安的话 那有很多报纸都有 有比较深入的报道 我看有些报纸都有深入的报道 原来在富士康的企业文化里边 工人跟保安的紧张关系 有来有久 保安呢 相当于 如果说富士康是一个 一个一个国家 或者是一个一个一个 独立的团体的话 那这个保安就在里边的 担任的警察跟军队的作用 他富士康到什么程度 他所有的东西 你比方你打110 有人比方要强奸我了 要强奸要抢劫了 我打110 他先通的是内部110 他不通外部110的 等到这个内部110说 处理不了了 他才给你接外面的警方政府的110 所有的医疗火灾 什么什么重要的事情 都是这样 所以他跟我们当年的国企一样 他的保安有一千多人 就是太原这个区 我不知道工人总数是多少 就是说他保安有一千多人 保安的权力非常之大 而且呢 据工人的抱怨就是说 他有一个地方不一样 他跟别的地方不一样 就是说你跟这个保安 吵了吧 今天这个保安训斥你了 甚至打你了或怎么样吧 余下来你跑任何地方 保安都会刁难你 他们会把你列入某一个 比方说 他说有的工人 比方没扣好扣子啊 有的什么什么 他这个保安通气 他会每个地方啊 他就让你阻止多检查 拖延时间搞得你迟到 可是从管理系统来说 这个是对的 当然他保安 保安怎么对待他 那是另外一个事情 那不能不人道 可是说从整个管理系统 这个员工曾经等于有点像性犯罪嘛 性侵犯嘛 我有你的记录 你不要以为在这里犯的事 你去另外的州 或说另外的学校 我也不会聘用你 不是 我要注意你 你说的对 比方说这个工人 如果他跟保安打过架 那么以后我们对他 但是不代表他平常没事的时候 你就把他各处给他刁难 这是另外一回事 就好像我们学校里有学生抄袭 我们全系老师通 以后大家注意看他的作业 但是不代表我们以后 大家都要给他C 都要给他F 对不对 这个保安呢 我觉得这个 就是富士康这个企业 一直很神秘 咱知道那这儿 一个这儿跳楼跳楼跳楼的 一直很神秘 你看他神秘到一个什么程度 当然可能我也是骷髅管闻 他这个一直到老跳楼的那个时候 我才知道 我这么无知 我才知道原来iPhone 是富士康 在这组装 iPhone5现在也是 就是在生产 所以这个是 他们说 这个富士康方面还说 说这次打架的这个工厂 山西的工厂 不是这个组装iPhone5的 还说 怎么我看到报纸的标题 就是说 iPhone5的产量 不会因这个打架时间受影响 那可能我看的有差错 因为我看到他们还发一个声明 说这个打架的这个厂 跟iPhone5 好像不是直接组装iPhone5的 看不同的报纸 对啊 我觉得这个 像这个打架的事情 香港的报纸 就说是因为生产iPhone5 太累了 工时太多了 没有补贴 那个员工就不满 就打起来 所以每一份报纸 甚至我觉得 要看20份报纸 才能连强拼出一个图像 你只有依据在几个 不同的网言之间 编织出你的真相 把它加起来 再除一除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文字幕志愿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看这儿还有说了 说这个那天呢 9月25号的消息 说什么昨天停工一天 郭台铭 董事长嘛 第一时间赶到现场 确实是说 富士康太原厂啊 是苹果iPhone手机被盖 重要工厂之一 外界担心会让iPhone5的供应情况 什么雪上加霜等等 大家最关心还是这样 iPhone5 香港也是 你们不要打 不要打 不然我买不到 买不到iPhone5 太残酷了 所以这个事情非常反复 这个大家现在搞不清楚这个厂 在哪里 什么打架搞不清楚 但是这个东西大家都在用 这是所谓先进文化 先进生产力 可是它跟大多数人的利益 发生了冲突了 就是我们工人的普遍状况 这么先进的科技 这么先进的 它的生产状况 是在一个非常原始的 或者说是工业早期 工业革命 就是那个奥运会开幕式的 表现的那种状况 就是工人最大限度的 变成流水线 你知道为什么 就像桌边林那个电影 拧螺丝的那个嘛 他们报道说 为什么富士康的保安系统 有这么大的权力 原因就是因为 它跟苹果公司有 特别的保密协定 你知道苹果这点是 你要你要佩服它了不起 对 它星期一发 记者招待会 你们星期六都搞不到 它的材料 它比人家国家机密 我们的航空母舰 我们的航空母舰保密 都没做到这么好 人家全全都 钓鱼道搞得清清楚楚 国家机密我们整天 可是这个厂 明明就在中国深圳 中国太原生产的厂 中国人也拿不到 什么国家人也拿不到 它这么大的一个保密 它不是在实验室保密 它下面要牵涉到 几万几十万的人 所以它需要一套 非常非常严格 具体来说 他们有一个车间 叫五铁车间 他们称之 就是说跟技术有关的车间 进出要无数的卡进入 女生穿的内裤里边 如果不小心有这个金属丝 都会被查出来 然后工人工作的时候 你一头往窗外望 要受严重惩罚 因为它为了保障 你知道这个就是残酷性 就在这个 我们一方面称赞 它苹果保密系统做得好 搞得全世界都只能拆 但是你知道 这个保密系统就建立在 它的保安这么严苛的管理 而工人在某种程度上就是 我们说当牛坐马是过分了 但是就是这个状态 是一个全工业社会的状态 假如你看薪水 还有某些地方的工作情况 真的是坐牛坐马 所以网上有人 我觉得蛮好玩的 香港的网络 就有人说 这个苹果这个手机 iPhone是三个代表 的产物 第一个代表了先进科技 从某个角度 它总有新的创新什么 然后代表那个时尚 Fashion 第三个就代表的血汗工厂 血汗的对劳动力的压迫 所以那个iPhone5 是先进代表的 三个代表的 所以就说 什么叫非人性 有些事也不能让 苹果和郭台铭负责 而是你现代的这种生产方式 按说人家说了 就说这个人性的生活 是在一个合理的社区 你看美国人 有男有女 或者是一个正常的 有商店有娱乐 是一个这么一个人性的生活 但是呢 富士康搞的这套模式 我觉得在中国 有很多神秘的大型的基地 我都不可思议 因为我没有机会见到 可能门也不让进去 天上人间 天上人间 公安局还能把它查了 对吧 这种地方 你知道南方都市报的记者 就曾经得靠他们混进去 你知道吗 就是 但是你想到没有 你在全世界各地 买到的都是made in China made in China 包括世界名牌 可是这些个东西 你在中国根本买不到 对 对吗 你只能是A货 对不对 可否则你买不到 那么他们说啊 有数以就是十万计的工人 甚至是五十万人的工人 在一个地方 这些地方 它完全是一种 不是自然人的生活方式 你知道吗 在这住 同住同吃同工作流水线 甚至你知道 咱们就说了 为什么都影响到了 这个光棍择偶呢 就是说女光棍择偶呢 说在广东 某些地方的厂里 你能想象吗 在一个有限的区域内 四万个女工 全是女的 我的天 以至于 对我都要申请去当工头 没错 他们就说了 小工头 他们就说了 他使得你知道吗 他使得人类学 这个研究的科技 人类的生产 人类的方式啊 出现了变异 少 极少数的男工人 到后来就不干了 少爷 几个女工啊 什么不干啊 他们累死了 对对对对 床上累死了 机床上 他是不干了 就变成就是说 于是出现了这个 所谓三七四切啊 并不在中国 并不仅仅发生于 富人阶层 在 大公仔阶层 也会出现这种 就是说一个男工人 几个女工 拿工资养着他 为了他不抛弃他 你说一个标志性 一个标志性的事件 是什么 有个电影叫2012 对对对 全世界陷入末了的时候 不是要造几个这种 将来逃向 未来世界的诺亚 方舟嘛 在哪里造 在中国的西藏 对不对 只有中国靠得住 能够造一个 全世界大家都不知道的东西 变成了这么一个 一个传说 好像苹果也在国际上 也表示过 是吧 也表态过 就是说我们一定要 严惩不戴 凡是我们的这种生产商 如果有这种不人道 不人权 他因为会影响他的销路 你知道他做点宣传 还有个价值观的问题 哎呀 只等我们录错行 我们改行 我们去考察工厂 刚那个在哪里 四万个女工 那个工厂 这是我的私道 我怎么能告诉你 后知后觉 现在想去做公投 我们改行 改行 告知后见 传承千年量造工艺 历经天宝部藏 红花薄色 将相典范 红花廊 核心科技就在格力 格力变频技术 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 让节能舒适 一路领先 一赫兹 好变频 格力 掌握核心科技 你知道富士康 这个保安和员工之间的冲突 不是第一回了 说这个郭台铭 曾经在公开场合说 说你很难以想象 他说每天管理一百万员工 头疼死了 人家讲 是个亡国 没有任何管理书籍 交给这个企业 怎么管理一百万工人 说 现在有学者讲了 就说现代社会 你这种办军事化的管理模式 可能已经不适合了 而且那都是90后 他们人性上也很难接受 你不这样管 你没办法 对一百万员工是什么概念 是两个澳门 等于是说 你假如澳门特首 去到工厂的厂长面前 也要低着头 工厂厂长 你那边多少人 五十万 他是两个特首的身份 现在除了大家呼吁的时候 要富士康 重塑他的企业文化 就调整保安的角色 态度 功能等等等等之外 更广泛 更有普遍意义的问题 就是说 工人工会的问题 这是 对 这个才是长久之计 这从马克思的时候 从前工业社会开始就 就想到过这样的问题 那么因为这个事情啊 不能完全进 不能完全堵 这次很多人上街 爱国游行 很多极端行为 有些是脑子糊涂 但是也有很多是什么 就是平常太压抑了 你知道吗 他没有一点正常的渠道 有不满被压抑了 一点渠道没有 说难听一点 就像男人一样 你这个十年二十年 不见女人 你偶然做一次 你不是找些 就是没用了吗 又不让嫖娼 对 你得时不时有一点 发现香港游行 就不会太过激 因为他们三天两头 在那里游 香港也没公会 香港也没公会 因为你说到当然 对 香港也没公会 香港有公会 但是是被控制的 对 也没有什么 香港也挺惨 香港没有集体谈判权嘛 所以意思是说 对了 因为在内地的情况 一般工人理论上来说 觉得政府应该就是我们最大的工会 纠正一下 内地有工会 但是目前的工会 比较侧重于配合领导工作 所以他说的非常对啊 在咱们中国政府是最大的工会 理论上 因为社会主义主国 而且政府的宣称也是这样的 我们是公人阶级利益的代表 所以那个压抑 或说那个期待跟现实的差距就更大 你知道吗 理论上我们是主人公 实际上我们是流水线上的零件 像香港的政府 基本上因为种种理由 就是说 那是那个50年不变嘛 那是一个资本主义的生活方式 他政府当然的代表 不能说代表了 他要保护资产阶级了 基本家的利益嘛 就香港的期待 你有怎么样的期待 你的可以调整你的落差嘛 我问你啊 过去我们学马克思主义啊 老是说 这家是代表什么什么阶级利益的 我用这个模式问你 你觉得香港政府 是代表什么阶级的利益 当然是资产阶级 当然 那香港劳工阶层 理问对人呢 文涛我花了七年研究 马克思理论 我的博士班 当我们说一个政府啊 就是说代表 比方说 资产阶级利益的时候 我们几个角度去看 第一个是倒过来看啊 就是说 他能不能做违反 资产阶级利益的事情 OK 往往是不能的 不能盖太多的楼 没有 就算 还有一点 他开会之前都给李嘉诚打电话 是吗 可能吧 那就算 他偶尔不管什么理由 他出了一些政策 违反了基产阶级的利益 听着啊 最重要一个标准啊 那个政策 违反基产阶级利益的政策 能不能被长期 围棋下去 是不能的 基产阶级有不同的管道 把那个政策改变掉 把他杀掉 我觉得用这个标准 就来检查 那香港政府 当然就是维持资产阶级的利益 比方说八万五一提出来 很快 大家觉得你这个房子盖多了 就会把楼价下降了 那拥有楼房的 这个有钱阶级 就反对八万五 搞得我们冬天华 地产集团 因为啊 可能为了什么理由 比方说走一个什么 英雄理想主义者 掌了权了 我现在要定 定下这个 政策 那个政策是违反 基产阶级利益的 是可能的 可能有这样的政策 问题是 基产阶级 不会给你这个政策 能够长期维持下来 他有反扑的权力 对 他通过这个 也是算议会 议会也好 他的游说团体也好 他掌握的媒体也好 接着下来为您播出 西安楼贯文明启示录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